注意看这群无法无天的劫匪 他们盯上了市中心的中央银行 老白一枪击毙保安后 几名小弟立刻拿出提前藏好的武器 这群劫匪轻而易举地控制大厅 还未来得及逃走的路人 纷纷变作劫匪手里的人质 然而这群劫匪没想到的是 人质中有一对母女是退役特种兵的家属 不久后待在家里的迈克 从新闻上得知银行遭到抢劫的消息 他尝试给妻子打电话 却发现根本无人接听 迈克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开车朝着银行位置赶去 与此同时 老白叫来银行经理 看着栏杆另一头的保险柜 老白眼睛里露出贪婪的光 为了保命经理只能乖乖照做 然而劫匪已经触发无声警报 经理的权限遭到取消 已经无法打开大门 为了保命他只好谎称前不久 银行内部全面升级系统 他的权限需要在办公室里的再次认证 老白压着经理来到办公室 躲藏在桌子底下的女秘书 不慎被劫匪发现 老白威胁他说出重置装置的按钮 秘书摸了摸桌子下面 老白发现按钮后 却被告知必须等待24小时 听到这话老白差点被气笑 24小时跟我玩吗 一枪解决女秘书后 老白让手下将所有人质 全部集中到会议室 然后联系杰克中尉 要求释放被他们关押起来的 恐怖分子国灵 两个小时之后 每隔十分钟 劫匪就会击毙一名人质 不久后迈克来到现场 发现入口已经被警察封死 迈克另辟吸进钻草丛 成功来到银行内部 一名警察发现后 劝迈克不要冲动 专业的事就得交给专业的人 然而迈克一番话 却彻底刷新警察的认知 杰克看出迈克明显不是一般人 果断让手下放迈克进来 此时高架上的狙击手 正在监视警察的一举一动 丝毫不知一尊杀神已经摸到身后 几下将其解决后 迈克拿着缴获的装备 准备开始营救妻女的计划 迈克在楼梯间遇到两名劫匪 他迅速躲进一旁的小屋 等劫匪进来时 一个出气不易瞬间反杀一人 另一名劫匪还想引爆炸弹同归于尽 然而在迈克精准的枪法面前 根本不可能实现 接着迈克在劫匪身上搜出两颗手雷 紧接着拆下劫匪胸前的炸弹 准备给这群劫匪好好上一颗 这个劫匪正美滋滋地抽着小烟 下一秒却领了盒饭 另外两名劫匪立马持枪冲上来 男人不慌不忙将炸弹放进麻袋 然后故意示弱引诱两名劫匪跟进 双方在走廊展开激烈火瓶 一番僵持过后迈克果断跟进 预判劫匪拉出身位的时间 提前卧倒在地完成收割 老白听到楼上传来的枪声后 派出两名小弟上去查看 此时最后一名劫匪打空子弹 厚颜无耻吵着要和迈克来一场男人对决 手下接二连三失去联络 老白怒火中烧 叫嚣着要引爆整栋大楼 杰克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派人 气得老白直接挂断电话 不久后杰克接到迈克电话 这才得知一切都是他的杰作 迈克表示大楼内部 到处都是炸弹以及恐怖分子 希望杰克不要轻举妄动 剩下的交给他便好 说完朝着银行内部推进 不久后两个劫匪找到储物间 听着四周传来的动静 端起步枪开始疯狂扫射 就在他们准备换弹药的功力 迈克神出鬼没来到一人身后 两刀干净利落直接带走 紧接着拔出手枪 与另一名劫匪展开火拼 迈克很快被压制在桌子后面 劫匪一时大意 换弹夹时被迈克抓到机会 挺身逼近后 迈克一招被摔将劫匪摔到桌子上 紧接着扭断劫匪的脖子 抢下三极甲拿到步枪 迈克信心被增 考虑到大楼内还留有不少劫匪 迈克将两颗手雷绑在墙上 然后用一根丝线将门与手雷连接起来 不久后三名劫匪找过来 将他们补枪后 第二波劫匪已经找上门来 迈克率先解决一人 然后一个滑铲走位再度拿下双杀 迈克继续前进时 在柜子里意外发现一个西装男 得知对方是藏起来的平民后 迈克便让他跟在自己身后 可突然他用绳子死死勒住迈克脖子 并对着迈克疯狂暴击 迈克很快找到机会 将男人反压在身下 可男人明显有两把刷子 两人各自起身后 男人抽出一把匕首 有了武器的男人压住迈克 然而几个回合之后 男人突然抓住迈克的三极甲 迈克随即解开 男人反应不及就这样掉下梯井 随后迈克用胶带对伤口简单包扎止血 劫匪人数不断减少 终于让老白怒火中烧 他让小弟将银行精灵 带到老白面前进行枪击 并表示十分钟内警方如果不释放柏林 就处决下一名人质 面对劫匪的步步紧逼 迈克迅速躲进卫生间 两名劫匪冲进来后 对着两扇门一顿突突 可门打开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就在两名劫匪惊讶之时 迈克猛然从后面出现 此时剩余的劫匪已经将迈克看成所命幽灵 一路寻找迈克时颤颤巍巍 祈求自己千万不要遇到他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颗子弹 活捉一名劫匪后 迈克问出这些人并不是普通的劫匪 而是来自塞尔维亚的恐怖分子 劫匪小心翼翼打开银行保险 检测没有任何泄露之后 财单取出里面的保险箱 随着老白成功将其打开 里面居然装着一枚毒气炸弹 拿到关键的东西后 老白打算召集同伴进行撤退 原来释放柏林只是他故意放出的烟雾弹 他的真正目的就是拿走这枚毒气弹 他一边扰乱警方注意的同时 一边利用高温枪成功切开大门 是外面的狙击手早已准备就绪 将门口放哨的两名劫匪解决之后 各种部队立马手持步枪冲入警局 在烟雾弹的掩护下 他们摸到劫匪附近 并与劫匪展开交火 普通的劫匪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老白打算带走人之时 迈克的女儿莉莉 说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退役特种兵 老白一听瞬间来了兴趣 可当他问出迈克的名字后 瞬间提起兴致 原来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员 在一次中东的行动任务中 迈克他们的小队被恐怖分子团团包围 而上级却残忍抛弃他们 小幸捡回一条命的老白心怀恨意 这才筹备今天这次复仇 随即老白又以迈克家人的姓名逼他现身 为了保护家人 迈克只能乖乖就范 挨了一顿毒打之后 迈克被带到老白面前 然而就在他得意之时 迈克趁其不被拉开劫匪身上手雷的拉缓 趁着爆炸立刻带家人逃出去 确认家人平安无事后 迈克再度捡起一把小手枪 眼下还不到他停下的时候 如果任由毒气炸弹爆炸 到那时整个城市将会有上万人因此而死 但在行动开始之前 迈克打算先将家人送到楼顶 然后利用所将将他们安全送到地面 可等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楼顶之后 母女两人都没有接受任何训练 只能由迈克一点一点小心释放绳索 将他们慢慢放下去 与此同时劫匪已经朝着楼顶追过来 狙击手接到消息原地待命 劫匪露头的瞬间直接将其拒杀 然而射击的间隙 还是让一名劫匪逃进视野盲区 他的干扰让迈克不小心松动手里的绳索 好在又及时抓回来 最后劫匪子弹打空 只能拔出匕首朝迈克杀去 迈克瞬间将其制服 询问妻子的情况 得知母女两人安全落地 迈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随后他将劫匪的真实目的告诉杰克 并说他们准备炸毁北墙逃跑 让警方安排人手堵截 在特警的疯狂火力压制下 杰匪重新被逼回会议室 此时老白气急败坏 直接带着三个人质来到大门前 要求警方立刻在屋顶上 停放一架直升机 否则就在大楼内部引爆毒气炸弹 说完直接枪决三名人质已做警告 杰克将消息传递给迈克 让他想办法阻止 杰匪很快驱赶着人质来到顶楼 而警方派出的直升机 同样来到楼顶上空 可他们却并没有降落 反而直接投下两颗烟雾弹 这时迈克快步冲出 举起一面钢板护住所有人质 狙击手精准狙杀 很快便将劫匪成功解决 此时只剩下老白自己 他来到重枪倒地的迈克面前 可迈克却突然抱起 将他反压在身下 老白用力挣脱出来后 才发现迈克早就撂到这么一手 在胸前放置一块铁板 两人子弹都已经耗尽 索性掏出匕首 准备来一场最原始的男人对决 作为曾经的生死战友 他们无疑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胶着 迈克不小心被老白撕撕锁住喉咙 危机关头 迈克想到女儿放在自己包里的幸运里 这才完成逆天反杀 然而危机并未结束 迈克打开箱子 发现毒气炸弹已经不翼而飞 经过清点大楼内部 只发现47名恐怖分子的尸体 而恐怖分子的总人数却有48人 显然是他悄悄带着炸弹跑路 迈克拿出提前藏好的狙击枪 经过一番搜寻 终于发现地面奔跑的劫匪 就在劫匪打算引爆炸弹的瞬间 随着迈克的身影潇洒走出大楼 一场危机至此终于彻底结束